曹真不死便无司马 他是曹魏名将 才看诸葛亮 质押司马懿 为何被三国演义严重弱化 硬生生将一代名将 变成了酒囊饭袋式的草包 曹真是曹魏名将 同时也是曹操的养子 曹批继位后 曹真才真正得到了重用 官职一路飙升 成为了曹营的镇西将军 同时进封东湘侯 在三国演义中 有一出空城记 曹魏开战前 曹营的将领 纷纷不敢与诸葛亮对战 最后还是王朗推荐了曹真 但当时曹真是怎么说的 他说自己才输至谦 不堪其职 意思是自己能力有限 没有办法和诸葛亮打 但当时曹营已经没有人了 曹真只能硬着头皮往上上 这就成就了三国演义中 最经典的一幕 诸葛亮骂王朗 最后王朗被骂死 曹真结债重计 曹魏大败而归 随后曹真请枪兵助阵 结果又中计了 十万大军就这样 被赵云压在阳关 动弹不得 成为了三国中的一大笑话 简直是不要太窝囊 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曹真的窝囊 不过是三国演义小说 对他的抹黑 在真正的历史上 曹真不但不窝囊 还两次完胜诸葛亮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历史上真正的曹真 十分的勇猛 少年时就曾射死过猛虎 是典型的少年英雄 深得养父曹操的赏识 将曹营中最精锐的虎豹旗 交给了他统领 早在曹操在世时 曹真就展现出了不一般的统帅能力 他多次参与西线战事 立功无数 几乎没有败解 兄弟曹丕也很信任他 在进任后重用了曹真 在曹丕临死前 他放心的将兵权交给了曹真 太和二年 诸葛亮北伐 南安 天水 安定 三军先后失守 关键时刻是曹真出兵 一举将马肃 赵云 邓之等蜀国名将一一击败 从而扭转了战局 面对包家 诸葛亮纵使再神机妙算 也只能无奈退军 第一次北伐宣告失败 曹真预料到诸葛亮下次北伐 会着重攻击陈仓 因此派出了擅长守城的好招 驻守陈仓 顺便还在陈仓修建了防御攻势 第二年诸葛亮果然攻打了陈仓 最终的结果 大家也都知道了 蜀军再次败北 也是凭借着这两次打败诸葛亮的攻击 曹真再次加关进决 成为了大司马 一时间风光无限 当上大司马后 曹真决定干一票大的 他主动出击 带领大军攻打蜀国 可惜天空不作美 曹军连续遭遇了三十多天的暴雨 最后连战道都被冲垮毁坏了 没有了路 自己只能退军 而在这次出征中 曹真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原来曹真在连月的暴雨中 不幸染上了重病 虽然马上回到了洛阳养病 但这病来势汹汹 最后还是没有治好 一年后曹真去世 一旦英雄就自落幕 这下可便宜了司马懿 曹真死后 他就成为了曹颖的第一权臣 再也没有人能阻挡他出头了 这也是曹真不死 便无司马的由来 但可惜的是 三国演义 为突出诸葛亮等蜀国将领的英勇 不得不弱化 甚至抹黑曹真 这才让大家误解的曹真 你对历史上真正的曹真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感谢收看我和百度百家号 百度百科共创的精品栏目 千古风流人物 欢迎百度搜索曹真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大宗 Tech